真的快被他气死了 刚才不知道 我现在很无语你知道吧 大家之前都说 泡泡很可爱 好乖啊 给你们看看他最近 他最近不知道怎么很暴躁 给你们看看他 把这个墙角挖了一个坑 看看这个mass 看看 就是今天早上我11点起的 然后晚起了忘喂他了 他就给我搞了这么多 我现在要把这里清理一下 然后把这边垫上那个 纸板什么的 他现在在干嘛 自己知不知道自己干了坏事 我觉得他知道 哎我这两天特别的忙 但是还要给他弄着洗 所以大家看看羊兔子不轻松啊 是不是啊 是不是啊你这个笨蛋 你这个讨厌鬼 这讨厌鬼 真的快被他气死了 刚才我发现他把这个脚的这个线 看见没 看见没 都已经摇破了 已经断了应该 这是我家地下的是网线还是什么 我也不知道 我现在很无语你知道吧 而且这个线最后通的是我家那个电箱 还挺危险的 就不知道是什么线 所以我现在要把他整棍的给他保护起来 看看把你的坏样子拍下来 啊 现在就是我在下面垫了一层这个塑料的 然后在这个垫子上面握铺了一层这个 然后在上面再给他垫一个纸板 在上面再铺上尿条应该就没啥问题 之前开神秘盒子开出来一个这个 就这种胡萝卜造型的这种玩具 其实这是木头做的 然后后面有一些这种果泥啊什么的 泡泡好像很疯狂看见这个 但是这只能给他填一会儿爱 他拿爱就跑 他总感觉我好像要抢他那个似的 跑的时候跑掉了 这啥呀你 这么疯狂 嗯他后面有一点果泥啊什么的 但是我得盯着他不能让他吃太多 他好疯狂的在啃 泡泡现在在跑步机上休息 他最喜欢的就是挨着鞋 然后趴着 你现在好乖呀 不是刚才的你了啊 不是刚才跑地垫的你了是不 嗯你现在要乖了是不 嗯你又乖了你 累了累了哎呀 累了累了 哎呀跑累了跑累了 跑累了就把整个头都贴在地上了 装可爱呀 哎呀好乖呀 我怎么忍心惩罚你呢 电线咬断你咬断吧 谁让你这么可爱呢是不是 哎呀太可爱了 土条全貌 今天我们来到了特斯拉 想试驾一下model 3 因为最近北美的油价实在太高了 然后我们就考虑想换一部电车 或者是油电混合的 新能源的话它肯定是未来的趋势 如果是对特斯拉比较了解的小伙伴呢 也非常欢迎你们在我的视频下面留言 和我分享一下你们觉得特斯拉的优点和缺点分别是什么 我们就来特斯拉试驾了一下 这个车因为当时没有model 3 所以我们试驾了model y 它的感觉确实是挺特别的 它的感觉就比较轻 尤其是在高速上的时候 开久了油车的话 它是需要一个适应的过程的 特斯拉的话它放开油门的时候 其实它是在刹车 你如果踩brake刹车的话 它其实是车是属于停止的状态 所以这个需要大家一段时间去适应 而且现在特斯拉其实也涨价了 如果要买的话也要等几个月 但是它的驾驶的体验真的是独一无二的 而且它这个车里面一切都是那种 极简主义的形式 所有的东西所有的操作 基本上都集中在这个大屏幕上 真的是蛮有未来感的一辆车 而且它的钥匙啊什么的 都是那种门槛那种形式的 各方面就是操作都跟我的油车不一样 就还蛮特别的 蛮是音响的 所以就声音也不错 就是它没有那种鸟 你就直接按一下 然后它就开了 很有未来感这个车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今天买了新鲜的北美香菜 给泡泡来一下 它超喜欢吃这个 就刚才看见就已经在小床上等着了 看这个着急的样子 这个着急的样子 哎呦 我先来一个吧 哎呦 超喜欢吃 吃的好快啊它 哎呦 小屁股一瞅一瞅 再来一个了哦 好可爱啊 最近呢从小红墨买了这个即时燕窝 这个好像Costco之前也有 但是它后来涨价了 之前我记得是40刀一盒 现在变成50刀 然后这一盒呢是无糖的 这一盒是有糖的 因为我有个朋友他最近怀孕了 所以我就想给他买无糖的 然后自己喝的是有糖的 刚才尝了一个还不错 然后下一个买的一个是 这个是南京同仁堂的百合莲子茶 就是平时在公司随便喝点 买了一个卫生巾 然后最近好像有活动 买了两盒燕窝送了一个 这个深茶 这个平时也比较好 就不气的嘛 然后因为平时有时候要去公司嘛 所以我就买了一个这个 小灵芝药便做储君 这个还蛮好 就是公共厕所大家都做那个座啊 然后每次都可以拿这个筋 然后擦一下 我觉得还蛮卫生的 所以打算一个放公司 然后一个平时出门的话也可以带着 周末吃什么呢 今天我们来做牛肉泡馍 刚才是自己烙的饼 然后掰成了小碎块 现在再煮汤 这个也是配料 木耳朵粉条 这还摆造型呢 摆上造型呢 现在我在录它 泡泡过来 HELLO 我刚刚拍了两期视频 因为最近实在是比较忙 然后工作也比较忙 生活上也比较忙 就没什么时间拍视频 但是我觉得我效率还蛮高的 又刷了两期视频 其实我做视频 也已经有两年多的时间了吧 就完全是靠自己的兴趣来坚持 其实我未来的方向就是想 养兔的视频多一点 然后美食视频 还有日常生活视频 都穿插一些 也是对我生活的一个记录吧 然后也非常感谢这一段时间来 默默支持我的小伙伴 未来的目标就是5000订阅吧 如果这个人也没有什么大的目标 即使是订阅数不是很多 然后广告费不是很多 其实我每个月广告费 真的就是给我交一个网费吧 即使是没有这个钱 我也会继续录 其实就是自己一个感兴趣的一个方向吧 再给大家分享一下 我之前圣诞节的时候 给泡泡定制的这样一个画 我觉得还蛮可爱的 就是它有各种renaissance 就是文艺复兴时期的衣服 然后可以把你宠物的头披在上面 我觉得我挑的这个还挺适合泡泡 穿上了这个衣服 感觉就是感觉我就是兔奴嘛 每天在给我的兔子打工 赚的钱基本上都给兔子花了那种 他就是我的国王啊殿下 就还蛮有意思的 这个还挺可爱的 我觉得在国内应该有更多的这个选择吧 做这种画 这边的话就是选择比较少 然后费用也不是很便宜 如果再有机会的话 我可能会做一张更大的 可以挂在那边 这张好像有点小 好那这期的vlog就到这里咯 我们下期见咯 拜拜